在澳洲生活有车驾驶的确是方便不少的 今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澳洲买车要注意些什么 以及会教大家如何与Dualer Bargain 我和大家分享的全部都是实现经验 部分更加是内幕消息 欢迎收看土澳TV 好,今集会和Dualer赌米教大家买新车时如何与车行购买 希望可以帮大家省钱 先说一下什么叫Drive-A-Way Price 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认识 在澳洲Drive-A-Way Price的意思是车价包括所有政府费用 包括stamp duty,销售税,过户费,再加一年牌费 但不包括个人汽车保险 因为部分车行可能见你初来报道 会估计说报一个比较低的价钱给你 等你签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不包括政府费用的 因此在澳洲买车一定要用Drive-A-Way Price 如果你签约后悔不想买的话 根据澳洲法律 你可以在cooling off period之内要求取消合行 每一个州的cooling off period都不一样 物耳本是三个工作 澳洲新车的价钱 普遍都会比香港便宜 你移民或者过来读书的话 买一下日本车车 开一下代亚步 买一下菜 都是10万港元 韩国车车就会便宜一点 读完书又买出去 二手价都挺硬的 有费有便宜 适合选 豪华车就需要支付33%的Luxury Car Tesla 这个就是计算方法 你有钱的当然可以任性一点 每个州的flash hole都不一样 差一点 对一般平民车就没什么影响 买车的timing在澳洲是重要的 澳洲的车行一般会在每年6月和12月份 有比较大型的打折活动 尤其是在12月份 车厂往往会向Dior提供补贴 去push sales 部份车行在12月份的clearing sales 价格竞争力是相当强的 平时去买车不是不可以 但会比较难说假 澳洲普遍的情况都是这样 你平时去买车的话 价格贵至少一成 我想强调的是 大部份主流的车厂 因为有些品牌很少会打折 譬如你不會預期佛拉利會有清潔性 另外就是快轉款的車的耳駕空間比較大 車廠一般每駕幾年會搞一個小改款 所謂的Facelift 馬力多幾匹 油耗小2%之類 但其實分別不大 起碼引擎 底盤安全性上都是一樣的 因為現代汽車的技術已經很成熟 可以進步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少 因此你買舊款和新款比較 實際上是沒有分別的 正所謂早買早享受 但遲買便宜多舊 車廠換款時會提供不少補貼給車行 因此在澳洲買舊款車 價格會便宜至少一成 如果你遇到一些 站硬不肯減價的車行 其實你不用理它 轉身便可以走 找另一間 因為澳洲的車行的競爭很大 每間車行定期會把demo car 拿出來賣 demo car 即是被客人用來試車的 仍然享有新車的保養 車廠一般會提供補貼給車行 購買的時候 記得殺價狠一點 千萬不要客氣 七折是基本動作 最起碼都要七五折 有時候車行會有demo car 的clearing sales 價格競爭力相當強 如果你不想買給人駕駛的demo car 但又要便宜的話 你可以考慮in-stock car in-stock car其實是新車 是車行向車廠已經訂購的車 已經到貨 放在車行那邊 因為車行已經向車廠支付了錢 車行一般都有銀行貸款 因此早點買出去 它可以節省一些利息 因此in-stock car 的耳駕空間相對來說會比較大 但缺點就是在選擇上可能會比較少 譬如你不一定可以找到你自己心愛的顏色 買新車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車行提供的低息或免息貸款 因為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免費的午餐 如果你拿了這類型的低息或免息貸款之後 價格就很難談下去 因為部分免息貸款 車行是需要自己去補貼的 是他們用來吸引客戶的伎倆之一 你寧願跟車行講價 你拿到的那個折頭 永遠都會給這些免息貸款有好處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我有可靠的線人 總之你記住怎樣去講價就對了 買車的時候盡量選購一些最基本的型號 因為Basic Model對於車廠來說 毛利是最低的 因此對於消費者來說是最好處 而且你日後買出去的二手價也是最保值的 當然每個人的喜好都不一樣 如果你真的選擇這些Mid-Range 或者Tough-Range的型號的時候 記得殺價再肯一點 可以的話盡量不要加額外的Option 或者Accessory 因為這些Option和Accessory 那個毛利是很高的 一般都是50-100%之間 甚至這麼多 如果你真的要加的話 記得殺價再肯一點 殺個7折甚至5折 澳洲的紫外線光很強 因此一般的汽車都會在窗上貼膜 來減低紫外線的照射 記得記得千萬不要在車廠貼 因為車廠為了控制成本 它給你的全部都是垃圾 你可以在外面貼3M 其實價錢差不多 但3M的質量會好很多 部份的車廠有分Vetail和Corporate Deal Vetail是指普通客人 一般的折扣都不會太多 Corporate Deal是指公司客 折扣是最大 優惠最多 例如部份大公司的員工 或者專業人士會員 都可以享有這些優惠 你買車之前 可以向車廠問一下 你在職的公司 或者你的專業資格 可不可以享有這些優惠 例如CPA會員 部份的車廠會送免費的Service Corporate Deal 一般是用來買新款車 新款車會比較便宜 因為新款車剛剛推出的時候 是最難講價的 原因是車廠是沒有什麼佈結的 買車的時候 記得記得要去Price Match 走多幾間車行去問 利用各自車行 互相之間的競爭 將價格壓到最低 因為部份的車廠 那個月可能是欠幾架車 就達標 就可以獲得當月或者當季的Sales Bonus 因為在澳洲 每個車廠都有各自不同的Sales Bonus 制度 這些車廠往往會比較進取 但是要自己去試 如果遇到一些企硬不肯降價的車廠 就不要浪費時間 去另一間 千萬不要急 你要告訴車廠 你隨時準備好買 但是一定要便宜 譬如車廠A打給你保價2萬 你就打給車廠B 問可不可以1萬8萬 一隻壓下去 看看最後哪一間便宜 可能會有Sales的跟你說 我們車廠的服務 跟別人不一樣 千萬不要相信 在哪裏買都是一樣的 你都可以享有相同的原廠服務 Manufacturing Warranty 總之哪間便宜便在哪裏買 你可以在車行A買車 然後在你家附近的車行B做Service 是一樣的 在車價的breakdown之中 有一項叫做Dealer Delivery Cost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你連這一項都可以談 如果價格真的談不下去 但你對價錢仍然不太滿意的話 你可以向車行要求他們送免費的Service 因為在保養期內 必須要在車行製作保養 車行製作保養收費 一般都會比外面家更貴 因此你連保養費都可以去談 就算找不到全面 Push它 打個五折也好 記住千萬不要客氣 還有記住在未談好價錢之前 千萬不要簽任何文件 或者提供你的信用卡資料給車行 可能會有銷售跟你說 先簽了 先下訂金 先幫你hold deal之類 你不滿意的話 可以在三天之內取消合同之類 千萬不要上檔 因為車行是有權扣起部分的訂金 作為合同取消的行政費 記住在未談好價錢之前 千萬不要簽任何文件 預算有限的朋友 我未來會派一集教大家 如何買二手車 今天就談到這裡 感謝收看土耗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